1. 罗奇尔半决赛 林维寿命成为绿军首发空位 并在竞后赛发挥出色 首轮面对熊鹿 半决赛面对76人的发挥非常出色 是绿军晋级冬决最大功臣之一 东部半决赛中面对76人队 他全场18投11中 3分球9投7中 得到29分8篮板6助攻的豪华数据 绿军的29加8加6遥控正式诞生 很多球迷纷纷打去 下赛季欧文和海卧的健康归来后 恐怕要组成全明星替补去了 做罗奇尔和塔图姆的替补 2. 绿军高层级人才 1280年新报价罗奇尔 作为2015年的新秀 新赛季将是他的第四年 也是他新秀合同年的最后一年 凯尔特人可以和他提前叙运 不然的话 他将会在2019年夏天成为自由球员 为了防止罗奇尔成为自由球员 已经打细算著称的绿军总经理的安级 肯定不会放任不管 据NBC体育记者 Sherrod Blakely 报道 他近日为罗奇尔提供了一份 年薪高达12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3. 太宗自认身价行情好 果断拒绝开尔特人 绿军的诚意合同 但被罗奇尔果断拒绝了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市场行情很好 理应获得比这份年薪更高的报价 2019年夏天 罗奇尔将正式成为自由球员 去追寻一份比绿军更高的薪金合同 罗奇尔 我的团队认为 现在就完成续签对我不是好事 不会让自己有更多选择 而我目前要做的就是专注现在 打好篮球 不过罗奇尔好像忘记了一点 上赛季的季后赛前 两轮 他是发挥非常出色 但东部决赛的发挥却不尽如人意 和骑士的抢气大战 三分球气投凌重 是绿军球迷心中永远的疼 四 又一个小托马斯式悲剧诞生 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 没错 两年前凯尔特然当家球星小托马斯 常规赛乃至季后赛的表现 都比罗奇尔有过之而无不及 2016到17赛季 小托马斯常规赛场卷29加6 东部第一的分手 季后赛带伤坦23点3加3加6 更有单场53分的震撼表演 但到了冻决之后 缺点被无限放大和针对 再加上受伤 凯尔特仍干净利落的败给了骑士队 詹姆斯依然是横在绿军面前的大山 不久后 绿军给小托马斯提供了一份四年七千万美元的续约合同 但被小托马斯立刻拒绝了 并且说 请开支军超车来和我谈续约合同 托马斯后来的情况 大家都清楚了 被绿军拿来当作交易欧文的核心筹码 这句话绝对是小托马斯生涯中 做过的最错的一个决定 如今的他四处漂泊 只能以一致 二百万的底薪签约决金一年 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 五 安吉掌握着罗奇尔的命运 出场时间得不到保障罗奇尔 虽然张着自己身体素质好和年轻 也没有受到伤病困扫 但他的如意算判却基本落空了 安吉是什么人 他有一百万种方法 让你打不出身价 罗奇尔想要在下三季打出两千万身价 困难重重 首先欧文已经康复 再加上司马刚的存在 他只是绿军控位上的第三选择 他的出场时间得不到保障 除非绿军和上赛季一样大面积受伤 否则根据安吉的妙性 他是不能被囚员牵着鼻子走的 罗奇尔和团队的那点小心思 安吉让狐狸一早已经看透了 拒绝了绿军四年 此千八百万年新报价的罗奇尔 会成为第二个小托马斯吗 个人觉得安吉这个报价很良心了 起码比日国老板良心了很多 就不如安安静静的接受这个报价 未来三四年有的是时间证明自己的机会 你们觉得罗奇尔拒绝绿军纪约队吗 不见到啊 感谢观看